叫我过来帮他看一下秤的 现在租车过来了 准备喂猪了吧 不知道今天这个租架怎么样 等一下问一下 内山园啊 不是很大 今天卖的全部是这些黑毛猪 这些毛黑黑的这些猪啊 全是卖这种 这个价格的话是6块9啊 价格 很便宜啊 估计又要亏本 6块9 先这种的话 他又不要 不要这种黄生黑的 这种猪啊 多少就多少 先卖一些 卖20头 万一他这个价格又往下跌 那就完了 现在这个饲料这么贵 最近又涨价了 又涨了4块钱一包 没准硬吗 没准硬吗 这个 三百里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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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趁热了 赶出来 准备赶上车 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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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 猪 猪仔走 20头猪 刚好20头 平均体重的话 好像是 266还是多少 这20头猪又要亏啊 6块9这个价格 这个饲料钱加上 猪本的话 这些猪当时是260还是280 抓回来的加在一起就要1800多块钱了 然后按照这个体重 这个价格每头的话也是1800多块钱了 亏了 这个宝剑的这些要亏啊 每头猪大概要亏一两百块钱吧 哎 按照现在这个价格来看的话 这些养猪的又变成了弱势群体的 有点难了 按照这种情况下去的话 估计今年这个养猪户 都会减少很多啊 因为 这样养的话是要这么贵 没有钱赚的 好了 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了 你们那边现在这个价格是多少钱呢 欢迎在评论区下方留言 我们下场再见 我们下下见 görüş linha